仙姬小姐 是 你好 妳唱多少歌歌詞 我歌詞是 妳剛才換出來對不對 對 我要來這裡購歌詞 妳本來 妳幾歲開始購 幾歲喔 對 開始唱 17歲 妳看 多晚 因為我不會演歌詞啦 老實說 我是唱歌出來 她是歌星 我兩個都長官 我演歌詞是因為我媽媽要看歌詞 我才去演歌詞 我跟你說 仙姬姐的歌唱得真好 來 請隨便 請隨便 趕快點 我們這裡裡面歌詞好很多 你知道嗎 她歌唱得真好 以妳的身高 想被這個小蛋囉 當然是 對啊 妳要看 只看片刻就知道 一定要收拾 去小聲不可以有小聲 其實這種人才絕對不能演小聲 為什麼 演小聲你知道 她都要吹 吹到... 吹到還要下吹 真的 是喔 妳說什麼話 對 去小聲 如果沒有下吹 對 講的 小...妳看妳穿超明的網衣 妳看 她的身材算是 我算普通的 我如果做小聲我就要電 要穿黃彈梨 那穿邊尖的啦 妳以為那個比較嬌小 肩膀會比較寬這樣子喔 來 我聽妳唱歌啦 妳出道的時候唱什麼歌啦 唱什麼歌 妳是從歌唱比賽開始的嗎 沒有 我是康樂隊出來的 喔 那個時代最紅什麼歌 快點...來... 唱這個啦 我那個時候出來唱歌 在第一個舞台 我唱的是一首可愛的人生 我唱的是一首可愛的人生 こんにちは 林世 喔 日本歌 知了嗎 我...知了ない 啊 そうですね 嗯 不好意思 因為那次那都沒有 你怎麼要要唱 台語歌跟我們音歌 很正常 請看看 先唱啦 先唱啦 快點啦 嗨 婆湘 過來一下 你不要哭哭哆哆哆過一生 一定要叫他師弟過一生 啊 雖然是人人的想法不同 啊 總歸是可愛的人生 得意的時候要抬起了頭 失憶的時候也不必煩憂 暗暗樂樂的度過難關 暗暗樂樂的度過難關 啊 可愛的人生 可愛人生 讓我來祝福你們 可愛的人生 好喔喔喔喔喔喔 聽說你去外面說也鬧得很大笑話 對喔喔喔喔喔喔喔 鬧到 因為我不會演舞台劇啊 自己臂臉是嗎 自己臂臉啦 人家說你演錯了你還不承認喔 就都不敢笑 快快快 什麼事情 快點快點 不敢笑到這樣 我當然臂臉啦 誰知道 誰知道 快點 快點 講一下 妳是不是很大 這就是我如果不說 外面就是外面的不知道我演不對啦 都因為外面的他們才知道 我們在裡面也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在演台頂戲啊 那就是說一個大兄要拿去砧頭 我是做燒賣啊 我要去阻擋啊 那個叫做糾改一下 四金蓮啦 糾改對 叫做糾改啦 我也不知道糾改是什麼 糾改怎麼寫啊 教頭 就是要叫那個蘿古典 叫蘿古典啊 請問CD 唱這唱這唱這個叫 如果這比喔 不能同腳同手啦 妳自己比才會好唱啦 大哥 大哥 我來唱唱 其實要比這樣 要大家唱到什麼 我不知道在唱什麼 我笑到不行啦 我說 妳自己這樣 證據怎麼樣 大哥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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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哭下去喔 楊小姐坐在這裡做這樣 笑到 這個人建設回想起 惱羞成怒 因為我看他 大哥啊 妳要用台詞還在笑 不是只有他笑 全場的都在笑 你知道嗎 其實我根本很不民主啊 妳也很像卡通影片 我就是這樣弊啊 這樣不對喔 那證據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要這樣子吧 這一手這一腳是不是 這個人家這張只會比白的高等啊 妳講沒白反 我其實我對歌仔戲是後來才 其實我跟你講 黎智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都是電視歌仔戲演員 對 這種的我們不適合 沒有那麼可斑 我應該不會像妳那麼離譜啦 來來來來妳來 不會那麼離譜 快點啦 快點啦 試試看 大哥 親唱 大大大大大大 人家也沒感到跟手啊 對 對 應該不會那麼離譜 有啦 比妳好看 對 可是我知道有 還有一個人做菜 有一個姊姊 誰誰誰 高一三 對 他也是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很大的日子 對 就好日子 大日子 對 然後人家就是外面那個野台戲 就希望請有知名度的演員 就就就把他請出去 可是他也是不會外台的 對 他也是電視的演員 然後他就說好錢那麼多 就去就賺了 結果從來沒演過那種沒有劇本的 對 然後他 他演的是就是 譬如說我們兩個是姊妹 然後就是蜘蛛精 我是黑蜘蛛 他是白蜘蛛 我做報告耶 他出場 打鼓的 對 出場要報名字啊 對 亮喔 炒 黑白蜘蛛 沒有啦 黑蜘蛛 白蜘蛛 他說黑蜘蛛 他說黑蜘蛛 黑白蜘蛛 黑白蜘蛛 其實有一個很好玩的就是說 他說的都要簡單 喔 他簡直啊 黑白蜘蛛嘛 你說黑蜘蛛啊 沒有啦 怕過就說 黑白蜘蛛啊 痛痛痛 因為照理說我要說 我要...我要說 黑蜘蛛 白蜘蛛啊 對不對 結果他就要感想 黑白蜘蛛 黑白蜘蛛 反正他就是說的都要感想到 對 他有一次說吃鳥蛛嚇加蜘蛛 他說 你在死肉仔 你還敢給我吃鳥蛛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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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今天不在都來吐槽他 對 還有...就是有一次他... 就是小生是他哥哥 小生是李如玲演的 對 然後... 然後他哥哥要就是說 為情所困 然後要尋短戒 然後他要去給他口吼 他說 大哥 高雅四四條 怎麼會在死 高雅四四條 高雅四四條 高雅四一隻 高雅四一隻 高雅四四條 我就要在死命好方釋 不是 你剛剛都看我吐啦 一邊我去社交館看他公園 社交館喔 很正式的喔 那個都不可以演姬的 他又演小蛋 結果演一張那種 叫他去那種廟棄的 在咬小聲在對 竟然青春牛山那種 那種廟棄的 有種人這樣整張做到什麼 人這樣整張做到什麼 這樣用一手臂這樣做 這還沒有離譜 掉裙子對不對 有一次他還掉鞋子 小大的鞋子 他都堵打鐵你知道嗎 他就是拚拚 踩鞋跟的時候 然後那個小蛋就要這樣走走走 他走到一半的時候 他鞋子就掉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在打一小個鞋子 還有 還有我們華視 還是剛剛開播的時候 我還記得演凡麗花 對 那時候我演凡麗花 他演薛京妍 那在那三海關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要去攻打他們嘛 對不對 好 那他薛京妍 他就很緊張 他就說 護水 海嘍 你看 哇 廣告後 還有更多高宇山的糗事 錯過可惜喔 還有 還有我們華視 還是剛剛開播的時候 我還記得演凡麗花 對 那時候我演凡麗花 他演薛京妍 那 對 在那三海關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要去攻打他們嘛 對不對 好 那他薛京妍 他就很緊張 他就說 護水 海嘍 你看 你載到這個男頭 沒有 他說 我們韓工官 有 頭 有有有 大難零頭 大難當頭 對 然後他就 現在變男頭這樣喔 他就很感性耶 有啦 高宇山很會出場 他說話都很快 你知道嗎 他一次在中間也是一樣 他說 什麼 你有夠苦嗎 想不到 你是電影的奧小 什麼啊 電影的奧小 奧小 他說奧小 他有吃菜嘛 他有在黏粉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他做一個生人 他做一個生人 他做要替牛牛死 他說 他做什麼 好像阿彌陀佛做的 做 李神尾 李神尾 我秋師我落台了 落台我在旁邊看 他就說 就當時跟他說 他說牛牛要替他死 他說 牛仔還在說台詞 他不知道他的台詞要說什麼 有劇本的喔 他忘記了 牛牛 我沒想到 牛牛 你不要再說 我還要去死 真的乾脆 頭靠 頭靠 摸牠去 跳啊 跳啊在這裡 摸下去 真的 好抱歉笑的人喔 我願望他真的 好抱歉笑的人喔 他笑話太多了 他真的都笑了 他真的太可愛了 不是 那我們下一集一定要找他來 好不好 我們下次 我們先讓美少姐先回座 他說還要吃吃的呢